這位農民一邊採收玉米順 近年一邊不來吃 但說不怕有農藥 一邊才知道 原來這是農民自己在這個優秀作物 雖然農民非常開心採收玉米順 不過這幾個玉米雖然因為受到盡情控台影響 山領減制是誰作優 不過農民選擇用路關的態度來面對一切 他表示走遊擊這條路 環境賣免免免免吃過雷快樂 就夏季來講的話就遇到台風的話 產量就會減少大概三成至四成 在有機管理的方面的話 本身我們就是無毒的一些之財 所以對抗一些天敵啦 一些從害啦 一明明之類的 其實防止多少那個效果不是很好 所以夏天的話這個從害就比較嚴重 材料就相對的會降低 其實做有機要有一個心態 不要強求 你強求的話 你之後就不會開心 不然那個農民也不簡單掉 因為它有作用 像我們的有機的管理方式 有一些像堆肥的話 我們就是可能會有一些樹葉 雜草 那個玉米我們採收下了一些 拔掉的一些葉子 我們都還會把它放回自己的田地去 當成一些堆肥 還有一些有機質 讓土壤活化一點 農作物選到用有機的方式來採進 要面對的困難非常多 無論是去後方態的危害 也就是北塘海町町 都可染到農民的耐心 不過依然是用有機的方式來採進 要讓消費者都可以吃在健康安心 記者國中平 彩虹博的